华人选个好日子结婚都希望能够取个好一头 让婚姻长长久久 今天是9月9号 吉隆坡天后宫就举办了年度情深久久 集体佛礼婚姻注册 吸引了99岁新人在这一天注册为夫妇 获得金盆乞友到场祝贺 场面是愉悦热闹 9月9号聚意天长地久 许多人相信 这是一个地结良缘的好日子 能够在这天和心爱的人共结联礼 自然是最好复活 一年一度的情深久久集体佛礼婚姻注册 今早就在吉隆坡天后宫拉开帷幕 一大早就有大约700名亲朋戚友塞满天后宫大殿 向准新人们献上满满的祝福 而99对新人更是盛装打扮 准备携手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身为华人的话就应该传统一点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旗袍跟唐床 然后他们店主有说现在黄色是最流行的 然后天后宫都是长得红色的 所以我觉得黄配红还蛮漂亮的 天后宫会长丁采荣表示 天后宫会长丁采荣表示 天后厂地的局限没有办法容纳更多新人 当中有的新人等了整整三个月 才争取到今天的注册资格 天后宫婚姻注册处首次将场地 挪到天后殿范围举办 并邀请惠海法师为新人祈福 那今天早上新人们不畏艳阳高挂 来到天后殿外进行宣誓仪式 和接受法师祈愿 拿一个芋头吧 长长久久嘛 然后这里又99个新人 所以成一老啊 这个日子很特别啊 就比较长长久久 觉得啊 选这个日子 好好一份 集体宣誓仪式在庄严树木 又不失温馨雨夜的气氛下完成 新人们各自为爱人戴上戒指后 便一步到天后宫楼下签名注册 为今天的仪式画上完美的句点 巴特空间张倩韵解释报道